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你們投資路上的好夥伴班傑明 在今天推薦個股之前向各位投資朋友介紹 這個是班傑明投資筆記粉絲專頁 那每天我會針對大盤的走勢 去發一下廢文啊 講一下我是怎麼樣評論今天大盤的 我在做大盤進出的朋友對 我當天的建議啊或是一些 廢文廢話也可以 追蹤班傑明投資筆記 臉書粉絲專頁那也不要忘記訂閱我 YouTube頻道 謝謝各位 第二隻想要推薦給各位投資朋友的是這一隻 4942的 家章 那你們先看他的日K線 他在8月27號的時候 除全息 那股價有往下跌 可是我最好奇的一件事情是 8月27號除全息當天 法人開始進場佈局 特別佈局的是外資 投信跟正營商都沒有進場 對於這隻股票我希望各位投資朋友先觀察一下 他除全息以後價格 停在藍色的20均價線 月線上面 那現在先不要急著進場 看一下未來 他怎麼走 第一個他去下探 探他的下壓力線 然後探完以後可能會探個兩次 那我們在觀察他的籌碼面 是不是如同 8月27號一樣 法人外資都有持續進場佈局 那你們可以看他的 月K線 4942加章 月K線的KD指標現在 正在上升當中 那他的K指標來到了57 是 有過50稍微比較高一點 可是呢 過往他在多頭的時候最多可以來到了 大約是 78 接近80左右 所以看他未來漲的 幅度 他的火力 是不是可以持續的發展 那他的這邊 我比較在意的點是 NACD柱狀體的 藍色的柱子的部分 漸漸的在收斂 漸漸的在收斂 所以他在那邊轉紅 他還有一段 看似未來 可以賺錢的 可以吃肉的空間 那你們可以看到從4月開始 4月5月6月7月8月 每個月很穩定的開紅漲 漲多啊 那從4月開始都是穩定的走在藍色的20均加線上面 所以特別要關心 這一根跌下來是否會跌破了 藍色的20均加線去 破壞到他的平衡 那我們看一下4942加章這家公司的體質 第一個本益比8.23比10還低 很好 然後股價禁止比0.82比1還低 非常好 然後他的EPS 除了2015年他-3.49 這個是我比較擔心的部分 以外 從2016年開始 2017年比較低一點 18年19年 有增加 那他的英域分配率呢大概就是分到 5成到6成左右 那殖利率大概是在 6.9%接近7%左右 6到7%左右 那連續11年配發股力大概是23.55 所以發了20年可能是 45塊左右 那現在的股價才39.5塊 所以 他離20年的平均45塊還有 一大段 吃肉的距離 那從他的 EPS和英域分配率和他的 持率率 去評斷 這一家 這一家 4942加章呢 看起來是一個 體質健全的公司 是比較不會發生那一種 突發狀況 那最後提醒投資朋友的一點是 要去觀察他未來下探的下壓力線在哪邊 那是不是持續撐在藍色的20均加線月線上面呢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喜歡班傑民分享班傑民投資經驗的朋友 班傑民需要你們的支持 請訂閱班傑民的投資筆記 的頻道 按讚 然後分享給你周遭有在投資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班傑民持續創作影片的動力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還有追蹤班傑民投資筆記 臉書粉絲團 非常感謝各位